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要有点大菜 不用担心 贵书教你的大菜 有手就行 其实在家里面自己做鲍鱼 最大的难点就是在清洗鲍鱼上面 用刷子刷的话像这些边边角角 没有办法去刷得很干净 用力过大会伤到它的肉 成菜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在厨师里面我们一般会用水浴法 因为这个细节它决定了你鲍鱼最后成菜的成品 今天我们用的鲍鱼是石头鲍 为什么会选择用石头鲍来做这道菜呢 鲍鱼太大 吃起来不是太方便 成盘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太好 我们现在就用水浴法来清洗鲍鱼 一升多的水就可以了 30到40克盐就行了 搅拌一下把盐给化掉 一般酒店的做法就是拿火枪去制烤这边 其实就是让它的那个背壳机快速从它的壳里面脱落出来 在家庭里面我们会用勺子去拐的 背面它就很完整 这边也会有下有肉 它水浴之后就很容易把它的内脏就清洗出来了 这是鲍鱼的牙齿一并地会把它给偷掉 水浴法之后清洗它就很容易了 要不然平常我们用牙刷刷它的话 也不一定刷得那么干净 切这个鲍鱼基本上我们都是交错切 就十字花刀 哨子鲍鱼我们选择杏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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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 肉馅放下去后油温稍微高一点点 下去之后我们最速的把它划散 肉香味给炒出来 有一点这种胶边了 就叫做炒酥了 新泡菇这个时间要相对的长一点点 它要再炒至一会儿 把它的水分和吸进去的油给炒出来 这个就没有其他的技巧了 就是不停的翻 几乎是有手就会 底下的油变得开始多起来了 它里面的水分就没有太多了 一些味味的淡黄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加这个调料了 黄豆酱 现在就是把这个黄豆酱炒香 出香味之后呢 我们就要加这个甜面酱 老抽一点点 生抽要比老抽要更要少一点点 增加它的一个香气度 白糖起它的作用是和味 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鲍鱼 鲍鱼进来之后 常态的话炒个几十秒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加这个 我们的一些辅料了 我们加的都是甜椒 增加口感 颜色会丰富嘛 这个灶子呢 我们会用一个模具 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造型 细节上的稍微一改变 会增加你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喝点吧 喝点啊 喝点 好 好